至於照來看到的是在馬路上頭 千萬注意不要把車子給暫停在大型車旁邊 因為現在又有吊車視線死角而引發了慘劇 這是在新北市 這一名泰坦呢當時停紅綠燈的時候 把機車停在26噸大吊車的旁邊 沒有想到吊車司機沒有看到他 一起步就將他直接給撵過 讓富人當場慘死 而司機說他是真的沒看到 因為包括酒測值 都是沒有喝酒的 甚至也沒有地牢駕駛 大型工程吊車停在馬路正中央 一台機車就這樣卡在前方 撞擊的一瞬間 與其是安全帽被撞飛到一旁 血流不止的他早已沒了生命跡象 趕到現場的兒子難過到說不出話來 不敢相信一早出門買完菜 準備去上班的媽媽 怎麼如今卻變成別人遺體 3號上午7點多 明天都從土城騎機車 到鷹哥上班的秋心富人 十多年來都會經過樹林的甘願二橋 當時富人下橋後準備左轉 吊車駕駛疑似視線死叫 沒注意到有台摩托車 在前方等紅燈 而綠燈亮時富人還沒起步 在等待對向車陣空隙左轉 卻被後方起步的吊車直接撞上 當場被吊車輾過 拖行5公尺慘死輪下 沒有啦 又是沒看到的 沒有啦 又是沒看到的 又看到的 又要這樣啊 那是要問你倒手嗎 又是沒看到的 我也不知道 有哪裡做的 招式駕駛 當時起步前有在確認四周 沒想到還是發生意外 而這個路段依照規定 普通車必須兩段左轉 富人當時有沒有按照規定行駛 還有吊車駕駛 牽涉肇事責任的部分 警方還點在調查聯青 記者許志明 楊宗盛 黃玉智 新北差不多